小胡子年底新提的问界M9开回家过年 结果被家里开奥迪A6的亲戚嘲笑 此笑说买了一个国产的电动车50万 属实是不值就是坐在废铁上了 小胡子你给说一说这辆车到底谁更优秀 我告诉你啊 奥迪A6R他给问界M9提鞋他都不配 知道吗要是开问界M9的他会拿正眼膀胱 瞅一眼奥迪A6R我都把车白给你 你信不信啊 开问界M9的家里都是有宝马奔驰奥迪S级 7系的路虎懒胜的都是这个知道吗 买问界M9都全款买的是为了出行 提升出行的品质 你买奥迪A6R问你家亲戚是不是贷款买的 还一屁股在呀拿他成场面 装狗当然了是不是啊 这都没准的事知道不 论加速问界M9零百加速五秒 奥迪A6R能比吗 论收束度隔音静音空间能比吗 论商务问界M9我认为也是稳重大气外观 并且最主要的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体验 还有智能助商体验 这都不是奥迪A6R能比的 它能行吗 对不对 就是一个老年级和智能级的对比 你记住 现在买车除了 折风当女 要排面 带步 还追求 它的智能转窗和辅助驾驶体验 再一个 人们 我们开车养车 最后的终端 归宿 一定是买一个MPV 或者是智能助商车型 就像问界M9理想L9 SUV和轿车那都是过渡车型而已 你记住我这句话 论舒适 问界M9比奔驰一级都舒适 论加速比你奥迪加速还快 这部车的融入了所有的一个车子的优点 它若不服你 你让它开一圈 你的问界M9 对比一下它的奥迪A6R 它就心智肚明了 它四驾文之后 它肯定搭了脑袋 知道不 你就别说它的奥迪A6R了 你就这奔驰一级 奔驰GLE 宝马X5 拿来 它都不好使 这往大了说 奔驰GLS 它都不行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